詞・ 岩潔格 也請上次 各位同心 大家安、大家好 Employee 這幾個小 join hand 再去幾個 還要再孟就是美cus長的課 我說的好 join hand的 各位不會像上課那麼勵 我是講故事給大家聽 我付到了美子長的命令 來教大家報告、見證 如果我們這次去美國用臺灣民進化的ID 真的可以使用 我給大家敬請 因為我親身經歷的 衛生公告說 衛生說 2010年七月齊時 臺灣民進府接受要請在美國華盛頓DC設立辦事處 我待會 後時間我放一個押片給大家看 說我們的辦事處 應該你們大家都有在網路看過嗎 沒看的幫我握手一下好不好 我沒看好 我待會有時間的時候我放給大家看 我們辦事處的狀況 再來 2010年九月齊八孫 我們在華盛頓四季酒店基盤第一邊的集會 因為那時候 我們台灣法理學院還沒成立 制工很少 所以那時候我們沒有錄影設備 雖然我們現在有錄影帶 但是那時候美國給我們錄影 他送給民主黨 民主黨給他copy幾百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要看第一邊的集會狀況 可以把買書找我的志工問一下 我給大家報告說 我們台灣剛開始 2008年二月初日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 他是軍紀萬國公法 戰政法在台灣台北生立的 那時候我們台灣民政府 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正式名稱叫台灣平民政府 後來美國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他要用簡稱叫做美國軍政府 所以我們對他講話那麼多 所以我們叫做台灣民政府 都去掉一個字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古早的名稱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正式的名稱是這樣 這是現在我們說的簡稱台灣民政府 後來在2010年4月25 我們在台北基行 台灣民政府在台北基行第一邊的台會 而且很圓滿的落幕 那是美國 因為我們靠美國 然後美國2006年我們靠美國 然後2008年美國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要台灣跟民政府說 我們的領導人秘書長所領導這個團體 控訴美國這個團體 要怎麼走政治這一條路 所以2008年他就跟我們支持說 我們要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那時候在2月2號就正式成立一個台灣民民政府 再來2月2010年4月25日 我們就基盤一個 那個全球代表大會在台北基盤 那時候參加的黨派有 農民黨、民主黨、共和黨頂頂 而且我們選出陳仲摩先生 做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再來在七月初年的七月初時的 美國邀請我們在華盛頓DC設立辦事處 待會有安平我待會有辦給大家看 那九月八號的時候 美方就辦我們舉辦第一次的那個九會 那九會錄影待會待會我會辦給大家看 如果九會錄影待會沒辦法辦 第一次的沒有辦法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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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2011年 1月16號 我們正式法理學院正式第一次成立 那時候很冷 四度而已 而且來參加我們這個法理學院的 上課的人都要自己照睡袋 還要自己照睡袋 還要自己照睡袋 不像現在你們睡的時候 都有碰瓶、有皮、什麼都有 以前都沒有 創業維艱 剛開始的時候都沒有錢 完全我們都是割 都割 剛開始都七八十個而已 第一次七十幾個 割每個人的力量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 建設到現在 因為 這間大樓是尤先生 尤先生就是 這間大樓的處處 有一次就是政治到阿公 帶他去聽秘書店的演講 那時候像在2009年那時候 2009年、2010年那時候 聽完之後他就很認同 林總秘書長的理念 他就跟秘書長說 他有一棟大樓都沒有用 他想要保持 秘書長來用 秘書長來看 看一看說 你辦公室很多景色很好 但是都沒有空間 沒有一個大樓石可以做教室 你現在坐這個空間 以前是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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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房間 這幾十間的房間 那秘書長看完就這樣說 尤先生隔一天 就須叫人 將這些房間都說掉 都說出來 剩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就須叫他來看 秘書長看一看 蛤?你講真的喔? 想不到你 他本來叫是 他親在說說 結果想不到他真的 將所有空間都說掉 變成一間很大間 這樣到時候有夠嗎? 你們在後面那一間 還要三間房間 三間那個辦公室 現在聽說兩天前 兩天而已 將那三間辦公室都說掉 就現在變成這麼快 我來聽聽說 怎麼又不一樣了? 這我也是第一篇 只有兩天呢 他就把事情全部完成了 所以你看看 可能還要按摩頭 那是很正常的 這兩天的工程也蠻快的 然後他這樣整修 我花幾百萬 然後我們 我們就開始這樣一次一次 學員來受訓來受訓 然後有存的經費 就開始行工程款 還慢慢改善 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的辦公室 以前是都去的 廁所 現在都去的都改善 改善的 還有都有枕頭 有皮 有碰層 這是越來越好 越後面的人 越鄉修 就是這樣 再來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這樣 辦三年了 辦三年 再來 美國他就跟我們說 他就說 你三年已經分年到這個四千塊了 然後他就 跟民主黨指導 說趕快再來辦一個 就是我們第二次的酒會 2013年9月6號辦 台灣民政務 在華盛頓DC酒店辦 第二辦的酒會 那也是我們跟美國做會辦的 等一下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第二次酒會的狀況 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三年後 2013年9月7月6號 台灣民政務 他帶著幾辦 還有那麼大的集會 兼記者會 甚至我們邀請ABC電視聯播網 就是2012年 莊皇歐巴馬總統 那個名主持人 Squad Schumann 他來會場跟我們主持 這天 很大的我們台灣人熱烈慶賀 而且會中主持 他也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 讓大家解釋 因為 因為本人也很幸運 有期參加到第二辦的酒會 第二辦的酒會 本來民主黨是暗公差不多 十八人而已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定期票 上十八張計票而已 後來報名截止 紀念有三十個參加 民主黨就說 這三十個大家都很重要 大家都很高興 大家都很高興 都想要去 任何一個人都沒辦法 自己刪掉 不然你們三十個都去好 三十個都 總期不就欠十幾張的 車票 機票嘛 我們就 經過三百歲 還去定十幾張的機票 因為分兩隊定 所以我們就 分成兩隊 第一隊是潘信信副主席 他帶十八的人 第二隊就是我 夫人 潘良華副主席 還有我們郭會長 我們頂頂十二的人 分配是第二隊 因為我本來是參加到第二隊 我給大家報告說 我們第二隊的一些趣聞 然後 因為兩千 那個就是 去年九月四號 我們兩隊都當座 在九點的時候 在東京中 坐分兩隊 然後背到東京 日本的東京 然後再由東京 分成兩隊 那時候就分兩隊了 第一隊由東京背到的特律 然後再由的特律 雅特蘭大 還有坐分兩隊 到華盛頓的雷根機場 然後我們第二隊 是由台灣 通過的東京 然後由東京 背到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 在那裡 還有坐分兩隊 背到雷根機場 我們就 這兩隊 相差一兩小時 我就說 大家都 在雷根機場 都不要出去 在海關 大家都休息 等到大家 都會坐到 做會出去 我現在 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第二隊 在雷根機場 發生一些 有趣的事情 當我們 鄭行文 從東京 就很幸運 很平安 我們十二的人 坐上了 大美航空公司的 雷根機 然後背到特律 背十幾點前 然後背到特律 然後背到特律 當我們 到特律 下去的時候 下去到雷根機場的大廳 看一看一看 大家都看一看 大廳比這看很多 整排都是人 比這 我們現在的人還那麼多 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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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說 這麼多人 排到來 一兩小時 兩三小時 到外面出發 出發 但是我們的婦人 還剩四十個小時 就要出發 這樣 因為我們飛機 在那個天空飛的時候 有delay到 有delay到超過半小時 比我們預定的時間 還那麼久 說 這樣一定不會有 坐不上飛機 我們要等到 照白隊出海關 一定沒有辦法 坐上我們預定的飛機 這樣的時候 就算 要坐下一班的飛機 下一班的飛機 不一定有十二位 有可能兩位三位 就要分幾個 背到外面 到雷根機場 那時候夫人 跟我們大家都很緊張的 那夫人就臨時 跟我們召集會議 說 我們大家來想看看 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 可以很順利 很快出海關 可以提早 就是可以很 很快的 那個出關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潘良華 副主席就說 必須上有 那個邀請人在那裡 我們每一個人 都沒關一項東西 邀請人在那裡 邀請人全部都英文版 我們就請夫人說 夫人你英文比較 能力比較好 講話 因為在外國 住了很久 住了一段時間 要說 你的外語能力比較強 不然你就拿 邀請給他們記票 還有我們的身份證 台灣國民身份證的ID 拿去跟海關的官員 參選看看 你看看 可以讓我們出海關 就是比較可以 快出海關這樣 海關可以快一點通關 然後夫人 其實大家都會怕 都第一次 然後都不認識 他就說好 沒有試試看 他的鼓起勇氣 就拿著機票 邀請函跟我們的ID 去跟他們的美國海關 在那裡 溝通在那裡參選 記念想不到說 差不多十分鐘而已 他就跟我們說 快點快點 他要開一個關口 讓我們從旁邊過 我說 蛤 真的嗎 這是真的 我說起來很訝異 因為秘書人 時常說 我們的ID在美國可以用 可以用 其實我也很懷疑 抱著很懷疑 說 怎麼可能可以用 他想不到 他拿去記念說真的可以用 我們十二的就 點點 走去旁 他真的在旁邊的 海關的關口 還有兩個空的 他就開一個關口 讓我們十二的在那裡排隊 很順利的 都沒有把我們問到 看我們看 就全部 差不多十幾分鐘 就全部通關完畢 所以 旁邊那兩三百的 說在那裡看 我也很怕 我們那時候也很緊張說 會不會他們起來抗議 說為什麼我們可以 可以那個 特別替我們開一個關口這樣子 我說 你想 如果說 中華民國 還是其他的民進黨 他有可能 說 他們的外交那麼好 十幾分鐘 就讓我們pass過 其實也是靠我們這張新聞情 USMG 那張新聞情 有可能 有這種特例 我在想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 我就很順利 然後 就坐上了飛機 回到雷根機場 跟第一隊的 聯合 跟第一隊 會合 會合後 我們就 全部出海關 就是我們 都很順利在那裡出海關的狀況 這是夫人 本人都要第二隊 然後我們就 這在海關 雷根機場海關的出口 我們就大家在那裡合照 很順利 我們三十幾個人 就全部 全部聚合 然後在那邊合照的照片 這就是 辦酒會 所以 過一天 我們去到那裡的時候 已經晚上八點五 八點五 葉州長 新出座 葉州長他拿早餐 拿早餐 把我們安排房間 還有晚上 因為已經八九點 沒得找吃 他就準備很大的漢堡 讓我們當晚餐 然後大家就休息了 過一天 過一天就隨便辦酒 過一天我們就馬上辦酒會 我們有一些通信 他早餐 他們酒會 我們還沒去之前 他就把我們掛國旗 當然很慎重 他們美國的酒店 都願意幫我們過國旗 這就是我們去開酒會的時候 這有改放得很大 台灣西部政府 然後華盛頓 我們開酒會那個現場 然後當時早上 晚上六點半到九點 這就讓大家看說 那個飯店也都把我們列在他的 那個 他就有很多的那個樓層嘛 有辦什麼活動 我們就在那裡 我們在四季酒店辦的那個活動 不是那個親海人 可以那個 那就是美國人 冠風如果有要重要事情 要宣告的時候 都在四季酒店辦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兩次都在四季酒店 就是這個原因 而且四季酒店費用很貴 我們這邊辦這個酒店 花了二十幾萬美金 花了二十幾萬美金 然後這次有七十八個美國人 我們台灣這邊有三十幾萬 那這一位先生就是 我們主持人 Squad Schumann 他就是訪問歐巴馬總統主持人 這天 就是那個主席那一邊 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 演講 演講那個內容 就是等一下 那天他就發表這篇全部用英文念 那英文是有記者嘛 就是發表記者會 就是這一篇 可能你們大家手上沒有 因為大概沒有了 大家看到 然後隔一天 酒會當然一天集會很順利 大家辦得蠻順利的 然後我們大概將近十點 九點半 他們那些美國人 那些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說他們很享受 很享受 那天的狀況 因為那天 我們很多高少數的朋友 臨時 臨時拍了很多節目 唱歌的節目 然後在那帶動唱 唱歌 他們那些大家都跟我們一起合唱 唱歌 大家都很高興 他們都九點半夜不知道 日月 酒店 中電話都關掉 大家 不得不走 像說他很久沒有享受 那種興奮的場面了 再來第二天 我們的行程很晚 我們都去六天 坐雲基就將近三天多 三天 坐雲基就將近要用三天 第二天 我們就 這是我們辦公室 我們在華盛頓DC 剛好有大家報告 2010年7月4日 民政府接受到美國 在華盛頓DC設一個辦事處 這就是辦事處的大廳 大廳的外觀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 裡面一個會議室 我們在那裡時間 就他們的會議室 大家在那座談 這給大家報告 我們真的有設一個平民政府辦事處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這裡 這裡就好看 好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有幾個地方 我沒有每個地方放給大家看 我有三立協調 幾個地方給大家看 我們就每個 我們每一個人 三十幾個人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拍照 那個辦公室沒有大廳 差不多這樣可以放 兩條都要看而已 所以 一次沒辦法很多人進去 三個人進去而已 一次三個人進去 然後我們都有 拍照做紀念 以前都是紙面上看而已 我們在那裡設辦事處 辦事處 現在就是讓大家看說 這是真正有在那裡 真正那個實情 讓大家看 這個就是政治到阿公 他第一邊到第二邊 只有他有參加 因為第一邊我也沒有參加 我很幸運參加第二邊 他第一次第二次都有參加 他是我們一個對秘書養 走很久的一個老前輩 這就是我們的真根主席 這次酒會 聽說他要出十幾萬美金 他是一個日本的腦科醫生 我們就在那裡簽那個 簽字做紀念 大家都簽在那裡做紀念 聯邦大樓 他的那個 聯邦大樓 他的那個門牌號碼是120 大家看 我們對面協議的這個狀況 聯邦大樓 我這樣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美國會要邀請我們在那裡設一個平民 平民政府辦事處 你想喔 他怎麼不要去叫民進黨 不要去叫國民黨 還是要叫我們林志森博士 所領導的這個台灣民政府 他要讓我們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因為秘書長 他2千6年 帶我們200幾個 我們那時候就對他走 把他做回去告美國 做告美國都沒有錢 都是大家掏腰包 而且是 那個農民黨的主席 詹明顯先生 他今天沒有來 他第一次沒有來 他就像他們家的家 拿去貸款150萬 155萬 給必須長拿去告 我們其他的人 我都想說 這會行還是不行 阿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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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長主席 他一次他就養一個家 拿去貸款155萬 那155萬 有可能 是都 等下這個通落都沒錢 沒錢 結果 他來而來 他只認同 秘書長的理念 因為 他說的日數不再 這是完全正確的 用這個去告美國 他跟這個理念而已 就敢投入這麼多的心血 然後你想美國 跟伊拉克相伴的時候 他把軍事佔領伊拉克 他也把伊拉克邀请他在这一栋大楼 同一栋大楼设一个伊拉克平民政府 再来迈克阿硕占领 因为他叫蒋介石来占领台湾 他本来去占领日本 他占领日本的时候 他也设一个日本平民政府 他也有叫他们伊拉克来设一个办事处 他设一个办事处这是以美国的惯例 他要占领军事占领人的地方 他在那设一个办事处 办事处的时候 他有一个人进驻在那边 如果美国有他们的病人有什么事 跟他们办事处的人联络 之后办事处的人就要赶快联络到国内去 你想我买这不是很简单 不是这样就可以在那里 他落后两个病人去穿在那里 你看这间办公室里面 落一个国家的平民政府在那里 然后夫人跟主席 他就拿着一两点兴先拿 收集又拿证书 去